看看新闻榜 和主题李宇春就特意找来了 曾为麦当娜和Lady Gaga 打造过演唱会服装的 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 来加盟齐下 而李宇春的要求也很简单 那就是怎么疯狂怎么来 我当时想说 做一套就好了 因为他很忙 他这个区域 他又在法国的这个秀 所以其实知道他做一套就好 他就说好啊 就是很愿意来 来帮我做这个训练 而在前不久 也有一条几近疯狂的假新闻 让李宇春不堪其扰 因为在今年3月19号 有一位网友撰写了一条名为 李宇春手术出现麻醉意外 抢救无效新衰死亡的假微博 瞬间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日前李宇春所属经纪公司 就以侵犯名誉权为由 将发布假消息的这名网友 告上了法庭 要求其赔偿1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目前法院已经正式受理了此案 不过李宇春本人倒对官司的输赢并不在意 因为在他看来 轻者自轻 卓者自责 是委托了公司和和律师来办这个事情 因为我的经历现在都主要在巡演的排练 以及跟导演的开会来定节目内容 包括我们首相在座的新的专辑 所以我没有尽力再去顾及那个事情了 不会 没事 第一国银行 北京报道 有机会